推着腿 车才推着 这样 我以后的转机就打满了Fighting 好的 讲到李久泽 他的好兄弟黄丽行 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让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 我是惊奇歌王黄丽行 今天带来这首《打分数》 盛主播 我们一起打分数 老师 音乐 看你给我故意穿着辣 就是怕我盯住他 一个人跳泰滚沙 把他打个分数 应该是七或八 Sexy 他的嘴成呛 我的口空腰 哎 天呐 给我扣分 要从四变到八 你最好用力搖 卡Q So Sexy 雷斯 So Sexy 靠顶 拿几分 满分不是你 究竟 拿几分 三 四 五 六 七 或者八 或九 还是十分呢 让我们看下去 Yeah 我是圣竹如 我是黄丽行 所以我们是 如影随行 今天看到盛主播 主播我教过很多个 但是我还没有做过主播台 我可以叫你 读影吗 Sit down please 好的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圣竹如 是你 还是你 Let's go 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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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的妈呀 偶像驾到啦 好 好 好 欢迎圣竹如大哥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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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圣大哥啊 是 真的是圣大光临 是 刚才真的是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那个圣竹如大哥 在综艺节目上面 这样的表情 是 因为平常我们看到他 都是在节目里面 我今天听到本人讲话 我刚刚好疯狂哦 而且木子讲话 圣竹如念Rap 是 那个圣竹如大哥 这小孩子跟你这样搭档 你感觉 我说实在话 今天 在这个节目上 是我的处女座 哦 我从来没有 参加过这样的节目 但是呢 这是一个大型的好节目 同时两位主持人 又是那么好 而且我今天的搭档 又是这么优秀 我觉得啊 让我太开心了 谢谢 那我这边呢 欧帝这边有个不情之情 麻烦你帮欧帝跟莎莎说一段情感纠葛可以吗 你们两个人究竟有什么样的情感纠葛呢 让我们看一下去吧 你说 你说 他是谁 他是圣竹如大哥 对 真的是太精彩了 所以这个不管是以前的这些连续剧啊 还是什么 大家都对 好多回忆 好多回忆 都是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对圣竹如大哥是太多 你是陪伴我们长大了 真的 对 对 我们是非常感动 然后你在家里还会 比如说你的休闲是什么 我的休闲啊 我看NBA 很冷静的 你可以表演一段很热情的 比如说突然灌篮起来的 这个球实在是太精彩了 我们看他灌篮 居然灌到了 究竟他灌篮之后会让对方有什么情感纠葛 每一句都情感纠葛 我们来看下半场 我们看一下去 好的 真的是原来是这样子 今天张立东也是参赛者 大家都忽略他 他现在变隐形了 没有没有他已经太幸福了 你知道吗 这这么多年四十几年来 谁可以跟圣大哥一起合作 真的很棒 你是第一个 好 那那个圣大哥问你一个问题 那你觉得他模仿你像吗 表演起来这个画面呢 还有气氛呢 非常的融洽 而且两边的特色都没有被影响到 包括黄连行唱那个Rap 给这个圣竹如的时候 圣竹如他也是用他自己的特色 来讲这段Rap 所以说互相没有干扰的情况之下 而且圣竹如大哥呢加分很多 好 所以呢我们这个主审官呢相当的好评 我们先来看一下分数 来 请看 立东今天的分数 十六八十四十五十五十七十九二十 二十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分 来 先问一下 先问一下立东的心情 真的很开心 开心到了几点 你觉得为什么会拿到这么高的分数 大概二十三分都是圣竹如大哥 真的真的 年轻人这么谦虚真不容易 是吗 是 是 他夸奖了他 到底讲的是客套话还是 不会 不会 年轻人这么谦虚 接下来这个傻小子 将会遇到什么状况 小梁哥 小梁哥 我觉得立东他今天虽然这么年轻 但是我觉得今天 已经是你的人生最高峰了 真的耶 我刚刚就这样觉得啊 是 真的是人生最高峰了耶 我要是他的话我死了 对 如果我是他我就隐退了 真的假的 对 他就因为这已经是他的最高峰 那小梁哥 你要不要下来大一段 你敢看 你这么迫切吗 掌声鼓励 好的 那这边呢 我们要送走这个盛大哥跟那个立东 之前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能不能请这个盛大哥对着这个镜头 然后特写 给你一个特写 然后说欢迎收看《超级魔王大道》这样子 欢迎收看《超级魔王大道》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谢谢 谢谢大家 恭喜 谢谢 谢谢 也恭喜立东 谢谢 我真的比完 而且我过关了 真的是谢谢圣诚和圣大哥 谢谢 我觉得这个节目啊 热闹 精彩 有活力 实在值得看 那这种圣诚 我可以跟你拥抱一下吗 确实是服到你 谢谢 我现在整个人好嗨哦 好恐怖哦 他们到底 好开心 好开心哦 而且他们刚刚在化妆室 在我后面讲话 边化妆我一直在笑耶 你说我跟圣大哥聊天的时候吗 对 就只是纯粹聊天 但是我一直 這樣子 太酷 太酷了 接下来 这个节目 还会请到 谁来到现场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看这个身影 就知道是王志伟在练习 此时 没错 这次跟王志伟搭得了就是音音 音音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习毕业 全台湾唯一和Michael Jackson合照过的人 一起合作舞蹈 然后我要学Michael 天啊 这是我从演艺圈以来 压力最大的第二次 第一次就是在另外一个节目 学那个Michael 但是我还要再跳一次 我就觉得压力好大哦 第一次我看得够 学简单的舞 你不要为难我 虽然说我学舞蹈舞 昨天有上海看一下 你居然用兵 你居然用兵 我说音音啊 最演小动作 应该难不倒你这个舞蹈美少女才是 为什么我要跳这个 一、二、三、二、三 好多 好多 真的 你看 破皮了 破皮了 好強 在公務人员逼迫之下 不能多痛、多辛苦 硬着咬着牙、仁仁 今天我们在舞蹈教室 莫名其妙呆了一整天 大概有没有超过快要六个钟头 有超多六个钟头 是因为我们想要 我们两个都想要把舞蹈 能够呈现到最好的状态 所以我们一直三三简简 那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还好 还好 不行 还好 再一次 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有 我也对自己没有信心 恭喜加油一下好不好 一、二、三 加油 竹子 一、二、二、三 一、二、三 一、三、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二、三 唱歌 掌聲鼓勵鼓勵 歡迎茵茵 厲害 好厲害 她就是 好軟Q 厲害 但是妳頭髮也現在亂了 對 她剛剛一直在甩 現在亂得看像Cocca了一點 我唱幫妳唱歌 對 在你們的練習過程當中 妳是有當小老師是不是 因為我學舞得比較快 可是因為很多細節都是志偉大哥 才是他有學到那個精髓 所以就很多請教他說 這個 因為你知道我沒有那個可以摸 對 什麼叫沒有那個可以摸 不是 因為不太一樣嘛 就是 對 所以我就會跟他說 那我該怎麼做會比較好這樣子 所以就互相學習 對 其實Michael也不是真的摸那邊啊 沒有嗎 沒有摸那邊 那個志偉哥 Michael到底摸那邊 看在哪一個國家表演啊 那如果說 等一下 注意聽喔 新加坡的話就這邊啦 法律比較嚴格 美國就這邊啦 這哪裡美國啊 比較開放的國家就開放 那非洲呢 非洲我怎麼知道 非洲 太下面了吧 太下面是不是 太下面了 好 然後志偉哥其實今天小朋友也有來對不對 對 我兩個寶貝 對啊 在旁邊 啊賽 來 小朋友 都穿Michael的衣服耶 他們應該也會跳一點點Michael的衣服 我覺得你們兩個很不熟耶 因為你們在這整段舞蹈當中呢 比如說 茵茵有時候是 你是Michael 然後變成Jenna Jackson嘛 對 我覺得你們兩個舞蹈可以有一些互動 可是比較可惜就是 我看到的就是 兩個人跳一樣的動作比較多 然後不然就是一個一個出來 Solo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沒有看到你們兩個人 有互相撞擊的火花 看完剛剛兩位小朋友的表演 不禁要問爸爸 他們會不會是 應該沒有吧 害羞啦 喜歡嗎 他喜歡穿啊 他們每天都在看Michael 每天都在看Michael 搞不好他們想看海綿寶寶 是你逼他看Michael的哦 沒有 絕對沒有 沒有啦 絕對 所以那個是小孩子看到爸爸在看 然後跟著一起看 對 他們會不會以為那個電視裡面就是你 對啊 他說爸爸爸爸 哇 所以我現在是他們兩個的偶像 哇 哇 剛剛看完兩位的表演 我們不禁要講 就是說因為他就是 來參賽的選手 他們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說他每個禮拜來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他沒有辦法一個角色就是這樣子模仿到底 可能他不會那麼順利的晉級 哦 這也是一個危機感 這個就是 呃 補充一下 就是模仿在最難的就在這裡 因為這個Michael的經典動作大概就是這些 那也不能怪你 因為Michael已經掛了 你就他就沒有新的舞步讓你再學習 之後的要模仿的話 應該從創意體面去走 有時候就是比如說模仿的像我們那種族曲的 我覺得很厲害是他們可以用費玉清去唱別人的歌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Michael你可以研發說 你一樣是Michael 可是你可以跳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Lady Gaga的舞步 或者是Super Junior的舞步 這就是變化了 對 它就會不一樣 真的很難 對啊 這個有點有難度 對 要回去想 但是要去想 花時間去想 然後其實很多的歌手 都會用Michael的舞步融入在 像REN REN的那一首Bad Boy 它裡面就很多Michael的動作 是Bad Boy Bad Boy那個嗎 那是張惠妹 好 那我們先看分數 對不對 好不好 來 我們看一下 她的分數是 五分 十分十三 小哥 佩玉清跟流行挑戰新曲風 現在有很多創作 我們的人體演唱機就開放 隨便演唱機 呵呵 她的分數是 五分 十分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五分 十五分耶 佩玲清 這樣子沒過關耶 對啊 下次就沒有辦法 看到Michael唱千里之外了 沒有沒有 先暫時到那個 暫時失敗去 但我們要知道原因 依依你覺得 為什麼 其實我們